1月22日晚,超人气偶像王一博的粉丝们 经过很长时间的精心策划 在网上重磅推出了一个带有公益性质的线上活动 跟春晚有一字不同,那就是报晚 据悉,这是由王一博粉丝后援会举办的网络春晚 记录了去年王一博一路走来的点滴 更厉害的是,粉丝们打着王一博的名义去举办报晚 不仅成功出圈,而且还上了时时热门 受到了全网的关注 不仅如此,这次网络春晚还拉到了30多家品牌方鼎立赞助 报晚一开播,就直接把某短视频平台给弄卡崩了 人气值居然高达100多万 可想而知,这个节目有多么受人欢迎 不可否认,王一博人气高,粉丝多 数据漂亮,是预料之中的事 但这次网络春晚,跟以往粉丝追星参与的活动是有很大不同的 主要体现在组织性和专业性方面 别的不说,王一博粉丝为了提前预告报晚 专门制作了行程表和节目单 不仅表现出了诚意满满的决心 而且,一下子拉高了此次现场活动的档次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各位